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吉爾可以談你的第二段婚姻嗎 在我三十六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原本是在貿易公司工作 那那一陣子就是 大家都興起了 繼續回學校進修的一個風氣 所以我也考了二季在職專班 就是禮拜六從一點上到十點 然後禮拜天是早上八點到 下午五點這樣的課程 那我選擇的是應用外語系 所以我們的課程全部都是有 都是英文授課 對那英文是除了中文以外 我最喜歡的科目 第二任先生就是我當時的老師 那我自己本身擔任學藝股長 所以跟老師有比較多的接觸 對一開始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我當時是坐在台下我是學生嘛 那他第一天來上我們班的課 他就自己自我介紹 他說他已經離婚了從美國來台灣 他在美國已經退休了 然後來台灣找到台灣這邊可以任教的機會 外國人比較沒有保養 他那時候五十五歲我三十六歲我們相差十九歲 但是看起來就覺得他 我那時候我現在自己五十五不覺得自己老 可是當時三十六歲的我覺得那個 五十五歲很老 對我就覺得喔年紀那麼大 那其實我是一個本性很善良的人 我就是很容易就是會想要照顧人 然後就覺得他一個人來台灣又那麼老 又沒有親人 那我就會想說我多給他一些關心 很自然的自然的關心 那我覺得是上天的安排啦 就在我們念二季念兩年 兩年念完之後 學校剛好有一個機會就是 國際事務中心在招考書記 那我自己本身因為對英文的興趣我就覺得 只要是跟英文有關的工作我都願意嘗試 然後也一方面孩子也剛好在念小學階段 如果我可以在學校工作我還可以接小孩 比較照顧得到 不知道耶 不知道 那後來是誰求婚的 我的三段婚姻都有它的意義 那我不知道也許有一些人會不認同 沒關係你就盡量講 因為怕時間不太夠把它講完 我們會結婚是因為他50歲從美國退休嘛 然後65歲在台灣又要退休一次 那他退休那時候他就跟我講說 他有很多的東西在研究室沒有地方放 我說我家的四樓是空的 可以給他放他也可以住在那裡 然後他原本是有工作簽證的 但是因為從學校退休就變成沒有工作簽證 他變成他每三個月就要飛就要出境 飛出去香港 然後再回來 就是每三個月就要做這件事 那時候因為我當時已經是單身的身份 我就想說我可以幫這個忙 幫什麼忙 幫他結婚 對我跟他辦結婚讓他有意欺欺欺欺欺 那他不要坐飛機 而且又有全民健保 你只是想幫他這個忙 當然我們也是有感情 進水樓臺 對 也是有感情的前提 那為什麼 那他的魅力是什麼請教 魅力 我覺得外國人一個 會讓你 喜歡的地方是 他們對於問題的回答 都是很用心的 就是學生在台下提問 他們是很認真在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你可能只問一個小問題 他給你一大堆答案 受到尊重 對 這個這是一種景仰吧 景仰 一種景仰 那為什麼後來又離婚呢 這個就 這個就是牽涉到 我不知道他原生家庭 有給他什麼影響 就是他不信任我 對他的愛 怎麼說 他常會就是照鏡子 他就說我這麼老 一千歲 他形容他自己一千歲 怎麼可能一個 你跟他說我們皇帝萬歲 宰相九千歲 他就是不相信 我會沒有條件的愛他 他覺得有無敵的 一個小我十九歲的女生又 你圖他什麼 我圖他什麼 沒有自信 對 他沒有自信 我就覺得他那個防疫心太強 但是對我一個 這個非常單純的人來講 我很不能接受這件事 是 對 我很多同學都說 我活了 到現在 現在我們很多國小同學 是可能有三十年沒有見面 大家都忙於自己的工作家庭 然後我們是在五十歲的時候 召開同學會 那次來了有三十個 那很多同學就說 就說我怎麼還是那麼單純 有的同學還甚至懷疑說 你是怎麼活到五十歲的 但是我就是那麼單純 那這一段婚禁後來是怎麼提離婚 後來這一段我覺得 要講的話 就是沒有辦法 在這麼短的時間講完 愛餓藥 對對 不過我們要開兩年的節目 就是不愛的 彼此不愛的 對 對 我覺得就是 我沒有辦法 是他提的嗎 是我提的 因為我不能接受 我這樣真心的愛 一再被你質疑 認為我是有目的的 對 可是後來怎麼又說 你去求他呢 那個是在 這個故事我要說嗎 你說 你說 就是其實我們在 我不是本來是師生 後來變成辦公室 剛剛有講到說我 就成為學校的書記嘛 那老天爺的安排啦 他就是剛好那一年 學校派任他成為國際事務中心的主任 我們才會變成同事 那就一方面我自己的第一段婚姻 其實有名無實嘛 那有很多苦 我也就是家醜不外養 我會不會想要告訴自己身邊的人 那剛好有一個老外 然後他又不太會講中文 幾乎不會 那我會覺得很放心 我把我的苦都跟他說 那其實在那段時間 他給我是一個算是一個寄託 避風港 避風港 對 我感情就是家裡的困難 感情的困難 有一個人可以說 然後說了他又不會跟別人講 對是感情其實是這樣建立的 後來第二任的先生 說你們離婚的時候 他把所有的東西都還你了 那個時候其實我們還沒有結婚 就是我們還在交往的時候 有一次就是因為 我那個健康檢查 就是子宮頸原位 那時候我就是去做了 子宮頸椎狀切除 那做這個手術的時候 醫生他同時把我的避孕器拿掉 那其實我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我是在手術當中 那手術完可能醫生有跟我講 但是我並不記得這件事 害我就是發現那個MC沒有來 那我就跟老外說 我MC沒有來有可能 是不是 其實那時候也只是懷疑 那他就很生氣 他就認為跟他想的一樣 我就是想要 有所企圖 對有企圖的 他認為我是有企圖的 然後想要 想要因為說我懷孕了 我想要他怎麼樣 負責或者是給我什麼什麼什麼 他馬上就 就說要跟我分手 我真的是 我哭的喔 就是哭的 他把所有東西就是裝 裝了一個箱子還給我 然後裡面有一件背心 背心是有一次我逛街的時候 看到那個背心上面有秀一個英文字 剛好是他的姓 那我就買了那一件背心給他嘛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懷疑我是有目的的 然後他就把所有東西要還給我 我就哭著求他說 那你這件背心不要 不要還給我 你至少留著這一件 對 那很可憐 那時候真的很可憐 那吉爾來講一下第三任老公 第三任老公他今天有陪我來 他是 對 在哪 在那 站起來讓我們看看好不好 站出來一點 攝影大哥拍一下 哇 帥哥 身材很好 好年輕 很年輕 對 他小我十七歲 所以通常我在新的 認識朋友的場合 我會介紹我是為愛年輕的吉爾 對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運動 那又因為老公年紀小我這麼多 我更要在這上面多努力 您怎麼熟悉 他喔 是我小女兒臉書的朋友 一開始 笑什麼啦 沒有 沒什麼笑在笑 對 對 就是大家都 有勇氣可嘉 對嗎 真的 大家都會很好奇 我們是怎麼認識的 怎麼可能變夫妻 那是我小女兒啦 我小女兒專二的時候 可能比較傻大姐 可能無意中 得罪了一些好朋友 那就是剛開始就三五 三五個人不理他 後來是全班都不理他 很辛苦 當時我 我當年 被霸凌就是 對 被霸凌 然後他常跟我說他不想要去上學 他想要休學 因為去上學太痛苦 對啊 大家都有朋友 就是他一個人 下了課只有自己 吃飯也只有自己 他被霸凌 所以在網路上PO文 對 他在網路上PO文 那就是我現在這個勞工 少兒 他大我女兒只有九歲 那原住民 原住民 你看我三段婚姻 一個是台灣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原住民 哪一子 這名是台灣 塞德克跟阿美 塞德克跟阿美 對 就是 然後一個同年同月同日 一個大我十九歲 一個小我十七歲 對 那原住民很樂天 也很陽光很正向 他就用原住民式的語言 去鼓勵我的大女兒 那女兒也 其實比起我們這個 媽媽跟他講的話 他更能聽 了解 你們結婚多久了 三年多 戀愛多久 十 不能講應該 我們認識十年 那其實 就是認識是 就是我大女兒 他要去美國當家 換學生 然後我們全家 去機場送我大女兒 然後我這個先生 他家剛好住桃園 他就一起來送我女兒 那是我們全家人 第一次見面 那對 我的先生 他一開始 其實是跟我們全家人 變成好朋友 那誰追誰 這個也沒有誰追誰 跟第二任期要去 都是很自然的 那兩次的 這個失敗的婚姻 不會讓你 去畏懼第三次嗎 不會 不會因為 其實我後來跟 少兒 我們的感情 我也不認為 需要那張紙 嗯 所以你們沒有登記 我們原本沒有登記 但是現在登記 後來登記的原因 是因為我媽媽 我的媽媽 在我50歲的時候 她中風 中風倒下來 然後半年後又第二次中風 第二次中風很嚴重 就是那種 中樞神經遺留極度障礙 24小時需要有人 周密照護的那種 其實白話講就是植物人 嗯 對 嗯 那我的先生 他是在我媽媽第一次中風 我需要照顧媽媽的時候 他就決定 從桃園下來支持我 哇 因為 我要照顧媽媽 要長行帶媽媽去回診 然後 因為為了要把握中風 前半年的黃金復健期嘛 我很積極的帶媽媽去 去復健啊 還有去針灸 嗯 這個老公有跟妳說 嫁我 嫁給我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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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下來支持我 對 那後來講 怎麼講到要救 是因為我媽媽 這個情況 他第二次中風 我們從急診室出來 然後醫生就跟我爸爸 還有我兩個哥哥 我們 一起 醫生說 媽媽